这个计划生育好处多 那个 不要多生孩子和多生孩子 哪个更文明 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叫计划生育 都是把自己的幸福与否 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 这个 所获所得 自己人生的算盘 放在别人的生命的多少的上面 可能都说不上一种文明吧 基督教的那个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就是人的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 人人平等 人不能决定别人的生命的问题 这个帖子写的也其实挺有意思 他说取消计划生育 对鼓励生育有帮助吗 他说也真是奇乐怪了 我们从小都知道 我们家里养猪 猪不下崽了 养猪的都会去看 猪圈是不是不够干净 不够大 是不是条件太差了 猪的压力太大 是不是伙食吃的不够好 而不是给猪下文件 这个说法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 你把人当成猪 可是现实它确实 你也不能说它没道理 你不是改善福利的问题 你只是忙着下文件 只是想人口红利 为自己捞好处 让别人要一会儿生 一会儿不生 徒劳